四位赶紧说说自己怎么样内忧外患的吧 这真的是这种美食啊 一般都是在我小时候 就是考试考得好的时候 炸带鱼 糖醋排骨 你开始推脱了 然后这样之后我都长豆了呢 怎么又跟着小时候了 真的 我就小时候就开始 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是啊 是我爱吃的 然后我现在终于找到根源了 真的特别苦呢 所以现在即使上了妆也不能演示 对啊 你蠢蠢欲动的那些豆豆 青春 你刚才说了外患有了冒豆 那我也会有时候会有湿疹 湿疹多长时间了 湿疹应该也有一年多了 就是会比较痒 然后我发现湿疹也是对称的 对 湿疹就对称 然后也会走窜 确实是 就有时候可能会在腿上某一个部分 有时候又会在胳膊上出现 这也确实很苦恼 安妮 那你是这个李然的同学了 是啊 我觉得我们俩真是亲同学 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俩 一起掌斗 一起抄袭 一起吃大盘鸡 所以一起掌斗 对 因为我们俩还恰好是不为不一样 他老长鼻子上 我老长嘴周 下面特别明显 我就说可能是我吃得太好了 是吧 老天爷惩罚我就长在嘴周 说其实拿清淡的其实有点心虚 你知道吗 就平常都不怎么吃 也是吃 因为从小因为那个饮食习惯嘛 那肯定都会吃 但是你想现在美食全国各异 它都会去散步 对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比如说在广东也可以吃到川菜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我就爱吃这么一口辣口 每周至少吃一次 至少 然后我身体会出现问题 我特别容易上祸 因为我把它定义为上祸 或者我们广东人把它定义为上祸 比如说我会有口腔溃疡 然后我会爆发火眼 就是针眼 就我每个月至少会长一次针眼 和一次口腔溃疡 那你真是太辛苦了 因为这个口腔溃疡非常疼 特别疼 你不能吃东西 而且我爱吃辣 就即使你喝汤吃肉都会疼 吃青菜也会疼 特别疼 而且是会就是 口腔溃疡是走窜嘛 它会在舌头上 舌尖啊 舌旁边 然后就是塞帮啊 然后就 跑来跑去 对对对 都会有 而且很难好 因为它一直很潮湿啊 好 环境也潮湿啊 身体也潮湿啊 又湿又热 而且真的像你旧人说的 如胶似漆的 我是最惨的 我是属于嘴里有泡 这边还得吃着辣椒的 我也是无辣不欢 对 然后以前的时候吧 得过那个湿疹啊 特别严重 主要那个部位啊 很尴尬 在大腿的内侧 然后有的时候演出啊 特别影响工作啊 尤其是这个 这痘疹吧 它又站桌的外边 它在两侧 就跟您说的一样 它是对称的 有的时候一痒吧 你还 你还没 说着说着还挺变怂 没法挠 这捧疹的在里边 它有它能挠啊 你看不见 痘疹的不行 所以就变成了捧疹的 还得再吃点 吃鸡才能变捧疹的 捧疹的太胖了 反正挺影响工作 那会儿炙了得有两年 每天晚上都特别难熬 每天痒了都能给你痒醒 就是那样 然后每一次醒的时候 你要不挠吧 实在是太痛苦了 你要挠吧 完了 这一下挠起来之后 你基本这 睡不了了 对 睡不了了 基本上十分钟之内 你就甭想睡了 然后每次我有一个办法 基本上我都给它挠出血 就在大腿这一块 挠出血以后 用痛来吃痒 对 你这个痛大于羊 然后就好一点了 然后它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 流那种黄水 确实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对 那么通过刚才这么热议的话题 那四位嘉宾当中 哪几位有湿热的倾向呢 综合刚才饮食和气候 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轮的测试结果是 有四盏灯 全亮 尽量灯 所以我们都有吃热的前置 瞧瞧 瞧瞧 这个不多见 四位嘉宾全部中招了 对 对 对 无一个漏网 无一漏网 好 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这么多的状况之外 还有哪些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呢 四颗体质还有一个特点 我们可以用一个测试纸 就能够测出 四颗体质的蛛丝马迹 我这里边带了一个 这是一个吸油纸 吸油纸 脸上 有多少油 这个油 尤其是鼻子周围出油的情况 好的 来 有请你主任 好 那我申请要三张吧 我觉得我一般 肯定四张吧 还多给 事事如意 没人四张 就是在鼻子周围插 充分一点 好 不要一站马上就下来 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我的 你的是不是也粘住了 对 咱俩应该差不多 你那个油肯定多 我觉得最严重的应该是爱你 我的油很明显 好的 我们现在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 看一号选手李然 两张 全部都油透了 我是在梯子部位 就额头呀 然后还有鼻子周边 就出油是非常明显的 二号选手刘帅 我感觉我都不够 来 我借你两张 特别有 四张全透了 对 尤其是夏天 夏天出油出得特别厉害 我的脸上 基本上没被闻得盯过 为什么 站不住了 打滑 来 完成 两张 两张全透 就反正我从小就是 梯子部位特别爱出油 尤其早上睡起来的时候 没洗脸之前 感觉能 那炒一盘菜是可以的 你自己吃吧 不吃 你老师给了我四张 我觉得我省着点用 应该给你四包 应该是 给你四包 第四张还没用 三张我觉得很明显 三张给有 挺明显 刚才婉晨说 她平常早上起来 我也是 尤其是夏天热的时候 早上起来就特别明显 像我平常会在 比如说办公室里 会带一个洗漱的东西 比如说洗脸的 如果我是早上洗 然后出门以后 晚上再回家洗 就来不及了 就中间一定要洗一次 或者洗两次 这不测不知道 这一测真是 触目惊心的 一测吓一跳 真是 它是因为油太多 然后湿气太重 所以都蒸疼出来了吗 对了 它就是身体里面 在洗沙拿鱼 十颗热不是在老家那儿蒸吗 蒸沙拿鱼 然后它就往上蒸 蒸了以后就蒸到面部了 不光是鼻子出油 就整个面部都容易出油 这个出油呢 所以它就往上蒸 所以整个面部都容易出油 来它会长皱皱 因为尸体的 它除了有湿以外 它还有热 那么从这一轮出油 这种判断下来的话 您心里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 究竟是有急斩呢 那我们拭目以待吧 来 请亮灯 好紧张 我肯定会亮 集体中招 都亮了 所以还是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 好了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都是我们体表的一些症状 对 那么往里边走吧 刚才说了外患 现在要说内忧了 对 内忧 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出现 内忧就是一个是口腔 口腔里面有口苦口黏 口苦反映出有热 口黏反映出有湿 所以口苦口黏 是湿的体质 在口腔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除此以外 甚至会有异味 有口臭 再严重一点 经常就是无缘无故 牙龈里面会出血 牙龈出血 自己就出血吗 对 它就是无缘无故 好的 这个问题交给两位男士吧 来坦白交代一下 有吗 有 有 有 就是我刚才一直想问 因为我牙龈就出血 是吗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有血 那你的牙龈是肿胀吗 不肿也不胀 就是出血 我记得有一次特别邪惑 我记得有一次特别邪惑是 我就从人一微笑的时候 就这么一笑就流血了 很奇怪 怎么牙齿会突然间流血呢 就是还是刚才说了 身体里面一团火 它湿热 它上火以后 我们中医讲 容易着伤血落 伤落了 着伤血落以后 它就会这样无缘无故 但不是血液里面有什么问题 你这个还不算最尴尬的 我在跟王岐龟大师 就是超方的时候 就见过一个口臭的人 这口臭到什么程度 在他们家 一年四季哪怕是冬天 大冬天那么冷 他们家门和窗 全部要打开 否则的话 就是凑气熏人 到这样一个程度 他先生只要 从谁面前这么一经过 那种一股旋风 就会扑鼻窑来 这么严重 就这么严重 所以他本人很痛苦 这应该说是一个 比较极致的案例了 那四季平时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觉得好像口气不清新的感觉呢 我倒还好 我倒没有特别的这方面 不是 李安是没有人告诉你 对 而且这个我听刚才你耳讲 就是这个口臭的这个问题 就是很长时间是自己不知道 很多的情况 是别人知道 就是刚才像丁熙问我说 这个为啥你还要带个洗漱包 带个什么东西 我就说我还会里面 会装个牙刷你知道吗 这个别人可能中午的时候 我还会去刷个牙 就像可能我并没有什么口气 但是像刚才你老是说的 你会觉得牙齿上总是很黏 那我刚才就刷个牙好了 所以就比别人好像看起来更爱干净 但是其实是有苦衷的 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并不是很舒爽 很清爽的感觉 就是嘴里边黏乎乎的 黏乎乎 腻乎乎 就是嘴里边不是很清爽的感觉 那么除了口腔之外 其他地方是不是也陆陆续续会有症状 刚才说的口腔的问题是 湿热往上针 往上顶 湿热不光是往上顶 刚才说它弥漫 它还要往下走 那么对射体来讲 它不光是热 还有湿 所以它要往下走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终于讲膀胱的气滑功能 你要走到这个膀胱就会出现尿道 有发热的感觉 小便的颜色发生 那么大便呢 就跟这些人更加苦不堪言 经常是什么呢 就大便虽然不是很干 黏乎乎 但是是黏到什么程度 沾马桶 拉不干净 所以这个一上厕所要半天 这种情况它也是很痛苦 中间讲叫黏制 不畅 对 而且次数还增多 对吧 次数多了 还不干净 对 这就是我 你是拉肚子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典型的大便 粘质不少 然后次数还多 总感觉 排不干净 对 便不净 然后小便吧 完全符合 还有点浑浊 然后 对 你说的这个 像这个男性 就是青年男性 就容易得前列腺炎 前列腺炎跟前列腺肥大 是两个不同的病 前列腺肥大主要是 多建于老年人 它是个肥大嘛 前列腺炎 多建于这个青年的男性 它有尿贫尿急 尿不干净 前列腺炎 大多是有射体质引起来的 所以在现在的青年男性 很常见 咱们俩要小心点 完了 也有这种 对对对 二变不爽的情况 我说我跟刘帅这个 相视一笑 我说我们都要这个 小心一点 确实大家在生活当中 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确诊的时间了 这个确诊也非常简单 我们先请四位嘉宾到台中央 掌声邀请 邮主任 这是要干嘛 好吓人呢 这个大家都可以能猜到 我们最后一般都是看舌相 看舌体 看舌胎 舌体质的舌体呢 是舌红 繁粗是热 另外呢就是舌胎呢是黄粒 黄代表着也是热 粒呢代表着是湿 所以就是它的舌相是 舌红胎黄粒 是舌体质的舌相的特征 因为还从刘帅开始 他刚才已经迫不及待了 你看舌肢偏红 舌胎还是白腻 有点微黄 基本符合这个舌体质的舌相 这个 你看 这好像不错 它这个就不太典型 你看 它这个是淡红 胖大有齿痕 舌胎的薄白 所以你的舌相不太符合 舌体质特征 这位 大王 你看它也不是 它也是淡 它也很好 它舌淡有点齿痕 有点薄白 按您 你看它 舌红黄粒 黄的 它这个比较典型 舌红胎黄粒 是湿热的表现 好的 那么四位的舌相 谁比较倾向于 湿热型体质呢 从刚才 我仔细地观察 最最典型的是两位男士 男士当中 又是以安宁先生 最为典型 两位女士呢 不是典型的 湿热体质的舌相 掌声感谢四位 谢谢